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随着领导人峰会机制的日程满散 今年国家已经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 成为世界主澳新型一体 开展对话与合作 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本台 和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年将在巴西的福塔雷萨 举行金章国家第六次峰会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它将开启金章国家第二轮的峰会 中方将全力支持八方 举办好这次会议 我们期待着这次峰会 向外界传达出竞争国家 团结信任合作的信息 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果 一是继续就全球治理和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议题 充分的交流看法 起跳立场 重点的谋求 在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推动国际金融机会改革 实现突破 进一步的来提高新型经济体 在全球治理 特别是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 二 是积极的落实 各方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 特别是就建立 金融国家开发银行 和应急外汇储备库 取得实施性的进展 三 进一步加强金融国家间的合作 共同的寻求新的经济正当点 建立线户间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